另外香港还要闹绑炉的雨伞革命 就是国际反华势力 想把香港变成反共桥头宝 现在一些年轻人闹事 关键它其实讲起来 家长坏 加上这个教育 1997年接触香港的时候 我那时候跟驻港部队领导 也有参举参与研究香港的社系 香港的社会基础 咱们实时就是讲 是中国最坏的地方 比台湾都坏 这毛主席大家讲 中国社会科阶级分析 你分析一个地方情况 你首先分析它社会的 社会状况 台湾真正反共的人并不多 当地居民80% 你共产党无所谓 去的20%是很多抓账丁去的 香港可比一样 香港来讲 1997年接管的时候 当时分析成分 居民成分三个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香港原住民 和他们后代 受港银教育 他有点傲气 但是来讲 最近大陆还没什么怨恨 三分之一是最坏 1949年1950年 被共产党清算斗争 扫地出门跑去的 对你刻骨仇恨很多人 再有三分之一 三年困难 我那个偷渡 对你印象好得了 香港回归之后 就一个大失误 现在也总结 一切都不变 你不去殖民化怎么行啊 你香港回归这二十多年 教材还是用港银 英国熟度不民教材 而且原来想改教材 家长不让改 学生坏 年轻人坏是家长坏 不让改教材 现在这二十多年 还是英国熟度不民教材 现在这些年轻学生闹事 他教育糟糕 是教育出了问题 我觉得现在咱们就采取措施了 我觉得我们讲一个大教训 过分强调两制 没强调一国呀 去年咱们新特首林郑月娥 上了之后 我觉得两件事干得好 第一件事 别站住闹事的判刑 第二个来讲 从今年开始教材的改 你得用中国 中国公民的教材 你怎么能用英国熟度公民教材 但是把这些人教育过来 再多是搞教育都清楚 把这些人教育过来 可不是一年两年能办到的事 这个教育还是个长期的问题 这个人啊 说香港人比台湾还坏的这个人 是国防大学的一个少将 叫徐燕 一个东北人 我跟他一起吃过饭 大概我们八九个 十来个人吧 吃过一顿饭 反正在饭桌上 还有个女的 有那个沈志华的夫人 李丹慧教授还在场 他就开始说一些黄段子 反正就这种人 咱们知道他们咋回事就完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啊 现在有好多欠人钱不给的 所以也引发了一些 比较偏暴力的冲突 在中国这种两败俱伤的非常多 前一段山东 是吧 买了点沙子 然后呢 要钱 说我的沙子给了我的邻居了 给了我们家亲戚了 你跟他们要钱去 人家跟那些人要得着钱吗 我的货是送到你们家来的 我原来做买卖 在北京就遇到过这种混蛋 有这个中国制工党中央的 有这个中国自动化控制系统总公司的 有和平礼交通中队的 耍赖 是吧 有那个皇家友谊商店的 有什么丰入松饭庄的 什么雅古拉快餐的 我刚才说了六个吧 大概有那么十个八个的 耍混蛋的 坑你害你的 大部分人还行吧 北京还是有钱 勒你们所谓的 什么